輕德學校的管治出現了相當混亂的情況 我們表示十分失望的 特區政府在提供優質教育方面 是很信任我們的辦學團體、我們的校長 是要求他們提供給我們的學生優質的教育 亦都為此我們為這些受資助的學校提供撥款 但是我們是與辦學團體、夥伴合作 請他們辦學 不是等於我們連管理他們 或者是確保優質教育的質素這個工作 我們都是外判了給他們的 這個責任仍然是在特區政府的教育局 教育局局長是運用在教育條例之下的權力 已經先後委派了八位的人士 進入這間學校的校董會 成為校董會的成員 就由他們協助 將這間學校撥亂反正 我知道今週五 校董會將會召開這次會議 我希望他們在這次的校董會會議上 能夠適時作出一些決定 來挽回家長和老師對於這間學校的信心 成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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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改天